今天MGE终于结束了 我们的玩家也是拿到了新的女工兵阿曼尼 但是玩家在拿到阿曼尼之后呢 有发现到几个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技能上面的描述 这个是阿曼尼的觉醒技能 觉醒技能它这边是写说 帅领部队免疫沉默效果后面是放逗号的 但是我们看简体版本它是放句号的 那么逗号跟句号的差别是很大的 如果你是放句号的话 就表示说你只是开了这个技能之后呢 它就会有这个东西存在 如果是放逗号的话就代表它是被动技能 你需要触发到这个技能之后才会被触发 那么我们在看英文的文本的时候 它也是一样是放句号的 有去问过官方官方讲 其实是放句号的并不是逗号 所以繁体那边放的逗号是错的 所以这个是第一点 再来第二点就是它的AOE 当你搭配阿尔特米的时候是会有自残效果嘛 然后它的自残效果会造成阿曼尼 它会把这些AOE往回放 你们有注意到吗 我这边稍微把画面放大一点给你们看 你们注意看啊 当阿尔特米放了技能之后 OK放了AOE 你们看阿曼尼它是向后打自己的 那么以我的理解呢 我个人是认为啦 它感觉自己队伍在打它自己 所以它放出来AOE是针对自己而放的 但是看了报告里面是没有写到这个AOE是有伤害的 我认为这个是技能动画那边出现问题啦 本身这个AOE对自己部队是没有伤害的 所以这个你们也可以帮我去问一下官方求证 我问了他们他们没有给我回应 接着就是比较多人问的问题 就是阿曼尼的觉醒技能能不能免疫掉阿尔特米的沉默效果 官方给的答复是讲能够免疫阿尔特米的效果 官方讲的啊不是我讲的 不过我个人是没有去尝试啦 所以你们有谁是已经觉醒阿曼尼的话可以测试 因为我这边有人拿到阿曼尼 但是没有办法把它觉醒啊 因为现在觉醒统帅真的是太贵了 但是这个答复是官方那边回答的嘛 所以我们就先看看先咯 有可能之后测出来 诶又是不能免疫掉的 到时候就去骂官方 这样子医院又有多一个借口可以去骂官方了 嘿嘿嘿嘿嘿嘿 那么目前我拿到的实战报告只有一个而已 但是那个实战报告我觉得不太准确 所以就没有放出来 我先给大家看测试报告 那么这个报告是阿提拉五天做集结 阿曼尼跟阿尔特米做住房的 但是我真的跟大家讲啦 这个测试报告是真的只能测试而已 实战来讲的话呢 是不可能差距这么远的 阿提拉本身她的性质就是要你一直保持冰量很高的情况 她这边是直接把她打到死 所以出来报告会这么难看 也是这个原因啊 她一直要不断补兵才会打到比较好的成绩出来 应该是说不算只是阿提拉而已啦 其实有很多统帅都是需要这样子 你要一直长时间补兵才看到那个报告到底是怎样的 而且我们打仗的时候也不可能就是你把你的 集结队伍丢出去就算了 肯定是会补兵的嘛 不过还是有些玩家喜欢看这种单挑测试的集结测试就没办法 就放出来给你们看哦 给你们做参考 这个是队伍争 再来这个集结是巴卡跟哈拉尔的 那么这个集结搭配呢是比较抗尾偶的 就是我们有时候打KVK 怕有人就打你的集结 这个搭配是最好的 巴卡是有反击伤害嘛 然后哈拉尔呢是你越打她 她打你越痛 不过这边看到的测试报告结果也是惨不忍睹 接着就是工兵打工兵的报告 第三代工兵加第五代的金山山 打出来的结果呢 更惨啊 这边两倍多的亏损啊 最后就是项羽跟孔雀的集结 这边出来的报告呢就没有刚刚这么夸张啊 还比较好一点点 不过再次声明啊 这个只是测试报告 而且是在埃及之战里面测试出来的结果 所以对于真的实战来讲呢 是真的差别很大的啊 所以你们真的只是看看就好 不要当真 不过这边几个集结报告里面呢 报告最好看的是巴卡搭配哈拉尔的 他们的亏损没有这么多 但是实际情况呢 这个新的女工兵呢 其实她是抗物兵的 所以真实出来的报告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 这个我们就不知道 因为现在能够觉醒同帅的人真的是少之又少 毕竟现在我们的自选模式都是轮流的嘛 可能这一次是工兵 下一次就没有了 我们必须要再等 所以不管怎样今天的报告真的只能给大家做一参考 毕竟埃及之战的报告你能信多少呢 不过如果你们的朋友 你们的王国有哪些大老师 已经把这个统帅觉醒的话 已经有报告可以分享给我 你们有什么想法的话 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